少女從一無所有的世界醒來 眼前赫然出現了高聳入雲的巨型鏡子 她被鏡中所映射的美麗世界所吸引不禁 伸出了手突然 從18年8月開始立項製作 直到21年的6月才拉到版後 這開篇咱啥也不說 關而國內這個做遊戲的環境就挺 呃 不戰鬥的話就無法生存 每一個人活兒發出來的作品 背後都是場曠日持久的敖戰啊 微光之近的三人團隊經過這4年的開發 終於終於在最近是把遊戲的EA版本給端了出來 嗚嗚這孩子我是一路開始長大的 而遊戲所帶給我的第一印象便是 精緻 唯美的繪本 從百草原到三位書屋 遊戲用到每個場景都在追求一種極致的溫情與夢幻 這具體現在對環境的細緻刻畫 同時連人在光玉影的霞縫中一潰究竟 穿梭在飛鴻的秋林踏著厚厚落葉前往今年的村落 於落雲繽紛的花海中搜尋夢中少年的珍貴活躍 到機械迷城般的圖書館在大本中的注視下 與魔旅開場茶會 又落入漆黑的廢棄洞窟 解放被封印百年的古龍 最終在《王城遺跡》裏 指引那些迷失的靈魂 為試者點亮歸宿的明燈 遊戲中的每個場景 每個過場動畫 都保持著高度統一的美術風格 但又巧妙地活用了整體色調 為各個關卡塑造了獨一黨的氛圍 逼臨的溫暖傷河 遺跡的破敗衰落 一草一木一花一樹 都讓遊戲在觀感上宛如一幅會動的畫卷 一本承載著夢與美的童話說 這貫穿全片的唯美小青星 實在是漂亮的很啊 而在這美麗美麥的世界中 它所承載的玩法意外的意外的 非常耿直並且暴力 從你射出第一發子彈 開始2D射擊 這一玩法就會牢牢刻在你的心頭 因為這主角未美有點太能射了 複種子的砲台射爆 打滾的穿槍甲射爆 被封印的巨龍射爆火力壓制 在童話書裡扛起噴來火的加特林 超度所有會動了敵人 這個無呼吸連打 我甚至有容自己在玩合金在頭的感覺 而隨著流程的推進 也將會逐步解鎖不同種類的寵物和能力 前者能基於你各種屬性補陣和特殊效果 像是當手鍊筒啊 攻擊的時候有概率丟個十傘啊 而後者 漸漸地讓整個遊戲的地圖設計 有了更高的發揮空間 這不是一段從左走到右射爆就完成的線性流程 平台跳躍和銀河城的元素反而是佔據了遊戲的大頭 首先啊地圖本身就做的很大很繞啊 四五張大地圖 無數個房間交叉縱橫連得像個下級大三角 而每個房間跑起來也是很長啊 很考試圖能力的 經常出現好幾條岔道分支在終點匯爵到一起的情況 和數不盡的無法從這一側打開的門 這都讓探索本身是內容充足並且充滿秘密的 而在能力的設置上呢就相對保守了很多 你能蓄力攻擊 你能使得拎住周圍的物體創造平台 有幫助你跨越勾鶴的勾索反轉重力的珍世之眼 也有威哥學不來而亂跳 說實話這些能力確實是算盤上多麼的新奇 但結合上光這個元素呢 遊戲後期的關卡就有了很明顯的提升 你需要與多個機關互動反射光線形成通路 活用時停創造平台來探索個圍的地點 而在此之外呢也有了相當數量的隱藏道路 與可探索內容被放置在地圖的一角裡面等著你去發掘 在傳承前人經典設計的同時 他們也的確做出了自己的創新 最後呢主創團隊一直在強調的最大賣點劇情 反而是我最不好評價的部分 因為現在還是EA版本 劇情僅僅是個開始啊 是啊 真正印象的剛開始啊 這邊還掐了一半的能力沒拉和EA 我完全不知道是啥的菜單 但至少在這個EA版本裡面 我還是看到了不少的驚喜的 不管是出色的美術動畫地圖與關卡設計 還是逐漸鋪陳開來的世界觀 與那些可愛的人物 都讓人很期待很期待 後續還有會有如何的展開 我還能在這盡中世界中有怎樣的奇遇 當然啊也少不了彎路與痛苦 比方說地圖我指的是看著地圖 尽管遊戲在地圖與關卡設計上 有了不少的劍術 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部分的畫幅 是相對狹窄並且居中的 地圖本身也是以方塊化區域化的設計居多 使得玩家在探索的時候呢 很容易迷失在複雜的地形中 有些時候跑圖啊 跑得很像在玩Metaludor 2 我指的是DV上面的版本啊 最關鍵的是EA版裡面 有很多給後期內容占位置的地方 你就看著地圖上好像就有一條道輪走 誒這邊有能互動的東西 但其實它只是占了個車位而已 使得EA版通關後的全收集過程 干擾像是有點多的 時常會出現迷路的情況啊 地圖本身還是得再優化一下 另一邊我發自內心的想好好叨叨 遊戲裡的文本與解謎 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地方有兩個 一個是按八音盒的順序演奏 另一個是讀詩詞排順序 前者除了談錯了提示音外 沒有可視化要素 整段一共九個音放一遍 你就得自己挨個去試了 這考的可能不只是記憶力 同時還要求你有絕對音感啊 你得有能力把每一個音都聽出來試試啊 你才能做這個簡別 等於說是把我當呆圍再考啊 而後者總計四句詩詞 分別是 他把幻想熬煎成湯藥日漸悲傷 沉默的觀測者也說 如果時間不是地步 誕生也沒有消亡 所謂的永恆 不過是歷經碎月 仿佛正要死亡正確的方向 而天空卻滾滾烏雲 水面上泛起金河海浪 俯摩知凡夜貌的頭壤 微光降落各處 宛如大雪一場 現在 請你排序 還有什麼主角問啊 啥叫被選中之人啊 NPC回答你 世間的一切都遵循了造物主的質疑 我們不過是棋盤上注定好 如何行動的棋子 我們為被選中之人組織棋局 而被選中之人則負責演完這場戲 我很期待你能否改變這場滑稽的戲嗎 啊 原來這就叫被選中之人 總的來說 微光之間的夜夜版表現而可圈可點 它有著相當不錯的環境美術 逐步提升的地圖設計 及優美動聽的音樂 這都讓遊戲的邁向和完成度 在獨立遊戲理事中得偏上的 但另一方面作為類銀河城 遊戲必要的引導 還是得多打磨打磨 最後沒啥別的原因 我就是想用這句話結尾 人類從歷史中學到了唯一教訓 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這就是黑格爾說的道理